80年,82到85年都是唯一年 那怎麼會81年是有這麼高的稅率 我相信一般有知識的人一定會認為這是有問題 我認為雖然經過確定終於判決 但是有一個後面的終於判決 就是後面的判決已經說前面的判決是錯的 那前面的判決難道要這麼重視所謂的違法的法案定性 不願意才承認說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嚴重的 希望司法、包括法院、包括保護部 還有我們的行政機關 能夠來承認這樣過去 眾為確定終於判決 但是它的基礎是被認定永恶情之下 能夠自行來變得 那這樣的話才是我們稅益競爭法 42年年限的所要達到的核心價值 所以則因為有地方能夠避充 和平民心意 寅寅 但是為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